好另外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在31号市政总质询当中 提出了一市二新三方向的政策 希望花莲市的城市规划 能够朝着大花莲市的愿景来做发展 让左仓的运动公园不单单只是国民运动中心 还要汇整花莲市所有的行政单位 除了解决市区交通拥塞问题 也平衡花莲市东西区的各项发展 花莲市总人口数跌破10万人 但人口密集度却依然排名在全国地市 为了平衡花莲市东西区的各项发展 也化解巅峰时刻市中心的塞车问题 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特别提出一市二新三方向的政策 希望花莲市的城市规划 能够朝着大花莲市的愿景来做发展 一市二新三方向大概就是一个 一市当然就是我们大花莲市 然后二新的话 那就是我们行政中心跟商圈中心 那行政中心就是以我们 左舱运动公园来做规划 那将申请多目标使用 那商圈中心的部分就是 以我们花莲市的科莱堡为发展中心 那让两颗心脏来带动大花莲市的发展 那三方向的话呢 那就是在硬体设备的部分就是 所谓的科技城市 那还有相关的一个基础建设 那包括我们的人行道以及水沟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展现我们花莲的软实力 是否可以让我们花莲的客家文化 那还有原民文化 还有宗教文化 那包括镇头神将的演绎 让我们姐妹市的交流 不再只是官方而可以落实到民间 此外 世代会主席李政伟也持续关注科技城市 及各项基础建设 希望花莲市能够保持在城市发展的前段班 而文化方面也希望与友好城市多做交流 把客家闽南以及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 行销到世界各地进行交流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